2018年政府出招調控樓市 加上受到外圍政治經濟的影響 澳門樓市的投資客有所減少 回顧2018年澳門樓市變化多多 樓市成交量主要是受首兩月市場預料 政府會出招調控樓市推動 不少的發展商都開賣帶動成交量表升 而去年2月份政府針對兩套或三套物業 更新除得印花稅及放寬首次事業人士的樓岸門檻 投資客狀明顯大減 市場由用家及首次主導 所以800萬以下的物業 2018年上升近兩成 樓花等新盤上升5%到10% 地產業者亦表示 去年外圍經濟存在包括加息在內的眾多不確定因素 樓價可以保持一定水平已經算是理想 而指望今年預計內地的經濟增長 可能存在一定壓力 雖然中美貿易談判或者會有新的進展 但在眾多不確定因素的跌加底下 對澳門都有一定的影響 畢竟澳門以博彩旅遊業為主 內地經濟與澳門息息相關 2019年本地GDP最壞的可能是持平 增長3%到5已經算是理想 而樓市亦都受經濟的情況影響 今年樓市與去年相比 樓價相信會有3%到5的上下波動 至於成交量方面 年內應該會有較少的新盤開賣 相信會較去年的成交量減少一成 澳岳維視綜合報導